美食永远流行 玩乐才购fashion 来当一个A咖的时尚玩家 欢迎收听时尚玩家的单元 今天要带大家到哪里去呢 带大家来去喝咖啡 你有没有发现啊 整个城市都是你的咖啡馆 其实是城市当中啊 越来越多咖啡馆了 而且坚持不给你糖跟奶精的店家 是越来越多了 其实它们不是吝啬 而是想要让你品味到 咖啡豆本身的食材风味 有些可能有莓果味 或者是尾韵有巧克力香气 那不同的豆子的风味也不相同 这也代表说咖啡啊 可不是只有一种味道哦 这一集的时尚玩家 请来咖啡达人 介绍咖啡趋势 推荐厉害的咖啡馆 给大家细细品味 单品咖啡馆一家接着一家开 过去常常喝的拿铁啊 Cappuccino等等的义式咖啡呢 最近也很少被提到了 因为第三波咖啡革命的关系 这一波饮用咖啡的习惯 从花式咖啡转化成为精品咖啡 开始重视产区的原味 为了让大家更了解这波咖啡饮用的文化 时尚玩家邀请到有咖啡界邓紫棋 其之称的Yabo美少女 烘豆师蔡施敏 她说咖啡是很需要个人特色的 那食材的风土味也很重要 就像红酒搭餐是一门学问一样 咖啡搭餐也强调相同产地的搭配 风味的平衡 相似的质地等等 在第三波咖啡革命的蔓延之下 台湾重视单品咖啡的店家 也慢慢出现了 比方说在台北日系品牌UCC的延伸 Coffee Lovers Plan 推出了在店可以有7种冲煮法 表现咖啡风味 那另外呢 Swing Black Coffee 是第一家使用机器人手冲的咖啡馆 记录相关的参数 让冲煮是比人手更加的稳定 也可以把咖啡豆的风土味最大化 还有主打精品咖啡外带的Coffee Bar 用庄园等级的豆单 冲煮出迷人的咖啡箱 让人不再具有这个美式啊 意识拿铁可以选 那虽然中南部的消费者 还是比较难接受单品黑咖啡 但还是有很多的店家呢 站在推广的角度 不但自己烘豆 同时也愿意分享冲煮方式 让客人可以买回家自己冲 那现在呢 品味咖啡啊 就像台湾人喝茶一样 会有不同的香气哦 除了咖啡职人之外呢 我们也邀请到了 专喝咖啡的 这个李清智跟黄威荣 当城市侦探遇上文青教主啊 这两位咖啡馆的重度使用者 他们所追寻的 不仅仅是咖啡香 更是这个空间 所散发出来的独特氛围跟个性 和大家轻松分享 属于创意人的咖啡馆风景 那接着呢 还是要推荐北中南都会当中的咖啡馆 比方说在卢州也能喝到庄园咖啡 实际走访新品这家咖啡店 会有超级强烈的惊喜 除了两位壮硕的咖啡师之外呢 令人惊喜的莫过于是这个精选庄园咖啡 以及熟客才可以喝得到的私房豆丹 另外呢 年轻的阿万跟Ivery 落脚在台中谈子 乡间呢 开启了第一家自家烘焙的咖啡馆 他们说呢 希望上门的客人 能够像店名小日头一样 感受到恰到好处的暖意 也期望说透过这家店 分享他们的生活态度 还有隐身在少有车流 经过的这个巷弄里面 静静的雨泻也 如果呢 在白天经过的话 真的很容易跟这家咖啡店 擦身而过 那么雨泻也呢 是有许多老旧的窗框拼凑而成的 这家只有八瓶多的咖啡馆 工业风融入和风设计 仿铁板的塑胶地板呢 搭配有榻榻米材菊的座椅 一点都没有冰冷的感觉 拥挤的小店 在冬天更显得温暖 那么追逐口碑绝佳家的庄园豆呢 已经成为平段咖啡馆好坏的标准之一了 不过新开幕的这个WAKA咖啡 更是把概念延伸到小浓 直接早上位在中美洲 以及亚洲的咖啡农 除了品质不熟庄园之外 更有公平贸易的精神哦 以上就是今天 时尚玩家的私房咖啡 感谢您的收听 下次见啦